近日多地派出物流小哥支援上海抗疫 许多小哥进入物资分解管理环节 为上海抗疫增添力量 4月14号晚 记者来到上海普陀区一处临时生鲜仓库 一群来自西安广州等地的小哥 于一周前开始在这个仓库工作 让我们跟随他们 看看疫情之下的生鲜仓库是如何运转的吧 基本上是我们从这边开始进行一个供应商到货的一个收获 然后供应商靠岗以后 我们由同学进行一个开门 然后进行一个车辆的消沙 消沙完以后我们会用地牛 把商品转运在我们的物资的一个暂存区 进行一个统一的商品再次消沙 到这边以后我们会由专业的消沙队 然后进行对商品进行一个二次的一个消沙 消沙完成以后我们会由我们的电牛然后拉进库区里 然后这边我们也是暂存一些我们的一些周转物资 这里就是我们的收获攒存区 这块你刚刚看到有两辆车正在卸货 现在这个货我们刚刚已经清完了 就这块是收获攒存区 从那边卸完 消沙完 拉过来以后到这里我们进行收获 这边会有收获同学在进行一个商品的一个品质检查 然后货单相符的一个检查 一个商品的品类过来了 然后每个门店可能对于这个品类要的数量是不一样的 我们这边是按照 大家可以看到这上面有写门店的一个情况 我们会按照门店 每个门店需要多少框 多少拖 我们会按照这样来进行一个分波 那边分检完以后到我们这边 然后按照门店放置完以后 一般是一个门店从这边到头 一般可以放到六到七个托盘 然后它攒满六个托盘基本上是一辆车 我们就会把它拉出去 然后进行装车 因为开仓简易周 目前这一临时舱共有19名工作人员和5名装卸人员 预发货量为两半份组合包 我们的困难的点其实是在两个点 第一个点其实是在于我们的 刚才说了我们的场地现在月台的发货量的限度 第二个点其实在于人员方面 因为我们现在所有的车辆的司机是不下车的 全部由我们现场的同学进行一个附用 相当于他一个人要干两个工作 这样的时候他的体力啊 还有他的工作时长可能都是一个考验 据介绍 未来几天还会有全国各地的园户角抵达 届时随着场地和人力问题逐渐解决 将能够更好的为上海居民供给 现在其实主要的问题就是 其实同学们其实都觉得这点量 在我们心里很小 真的我们很想再帮上海人民多做一点 所以我们希望未来我们赶尽快搬到新的一个园区 然后把我们的产能扩展上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